变异情景突袭待诊 锁定的就是丧失毒品分装工厂 同步逮捕徐庆祖先 搜出枪枝跟子弹 供查获上前品的丧失烟油 不只含有依托米纸 还有只用于动物麻醉药食用的 异丙帕纸 这些早就已经列管为第三级毒品 却拯救泛滥 而且使用年龄有下降趋势 最严重恐怕致命 不肖毒贩为了吸引年轻者 同步大量制造 新兴毒品卡西同哈密刮定 超过16公斤 看准耶诞节以及跨年再集大量制造 想要流入夜店以及八大行业 全被警方拦截 尤其近期这些毒贩在吸食后 一再造成死亡车火事故 或是刑切强盗早已不是个案 警方全面加强查气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在台北报导